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大名鼎鼎的浑水在多次做空中概股之后 足以让很多中国上市公司闻风丧胆 但其创始人Carson Block本人 却一直本着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则 鲜有外人知道他的故事 就在今日收盘好未来收跌9.95% 因浑水公司做空好未来股票 这个因做空好未来再次振深风口浪尖的资本市场职业打架人 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做出浑水这样的研究呢 与很多传闻不同的是 Carson Block从小就对研究股票耳濡目染 他的父亲William Block曾是华尔街的一名股票经纪人 并在1997年创办了WAB Capital 这家机构主要研究中小股票 覆盖范围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 Carson Block通往成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早期他的初创企业都以失败告终 他也换了几份不同的工作 才在机缘巧合中创办了浑水 根据CNBC报道 Carson Block在信泽西州长大 后来考到了南加州大学 在读书期间他同时学习了金融和中文 随后他又在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拿了一个法学学位 他与中国的缘分开始于2005年 那一年他加入了重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办公室 在做了企业律师一段时间以后 他开始感到厌倦 在2008年Carson Block决定创业 创办了一家为上海白领储藏杂物的私人仓库 名为Lovebox Self Storage 2009年Carson Block在接受上海一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称 这个私人仓库最大的为9平方米空间 月租在当时要3700元 已经足够在上海租一套房了 尽管这个项目目前还活着 但却因理念没跟上而没活起来 Carson Block还写了一本书 叫做《在中国经商无师自通》 尽管如此 在这一段的职业生涯里 他依然是失望的 他在一次访问中称 在中国做生意任人宰割 不仅赔了钱 还吸取了很多惨痛的教训 所有跟我一样的创业人 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真正让Carson Block失业发生转机的时间点 在2010年 父亲William Block请他帮忙调查一家中国企业 因为这家公司是他的潜在投资对象 为了做好这次进职调查 Carson Block跟他的朋友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参观了这家公司的总部 Carson Block发现整个公司就是样板工程 到处都是废机器跟垃圾 回去后不久 他马上写了一封报告 描述了他在这家公司看到的情况 并且鼓励投资者卖掉这家公司的股票 同时 他很快把这家公司的股票沽空 这家公司就是东方纸业 也是对这只股票的做空让浑水一战成名 在发现这种盈利模式之后 Carson Block决定开始专门聚击那些假公司 但怎么发现这些公司呢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公司并一一聚击成功呢 从调查手段方面 Carson Block的背景确实非常适合专门做中国公司 一方面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 并且从他在2009年 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 不难看出 他的普通话说的相当不错 算是半个中国通 而浑水的名字也是取自成语 浑水摸鱼 另一方面 Carson Block在中国做过律师 这就更能方便他了解中国的信息 比如说上市公司财报的信息 中国工商税务部门的信息 可以完全不一样 这对很多外国投资者来说 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但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Carson Block本人的性格也充满了神秘色彩 他表示自己经常收到恐吓信 所以很少公开自己身处何处 也从未公开过浑水具体的商业模式 而且他会在每一份报告里 强调被调查企业与其有利益冲突 其初衷是揭露和曝光出确实涉及虚假和欺诈的公司 以防这些公司继续骗走更多投资者的钱财 Carson Block是一个有自己主见 甚至有点特立独行的人 有混水前员工认为他是一个傲慢的人 独断独行 甚至性格有点暴躁 他本人也承认 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自律问题 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 尽管性格迫为傲慢 作战方法常常令人质疑 但这些并没有让Carson Block退却 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中国事业 并将这归功于自己能透过表象 洞悉中国企业真正的价值 自从2010年因做空东方纸业一战成名以来 浑水聚集的中概股对象包括 加汉林业在浑水报告发布当天 股价狂泻64% 往前股价暴跌近50% 分众传媒股价大跌40% 大连绿诺干脆在浑水报告发布之后 仅23天就被纳斯达克摘牌 不过做空从来就没有那么简单 被做空对象也不会善罢甘休 比如说往前当年很快发表声明 称浑水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并在中国对浑水提起了诉讼 加汉林业在2011年遭遇浑水狙击之后 为调查这项指控花费约5000万美元进行反驳 卡尔森·布朗克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提到了加汉林业当年的反击 你已经看到了加汉林业做了什么 花了5000万美元试图反击我们 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难 这可不仅仅是验证我们逻辑那么简单 还得看世代的发展 我们得问自己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改变市场的观点 而这个过程会耗时数月 需要不断的去重申做空逻辑 找到遇到反击的地方并去处理它们 卡尔森·布朗克也承认 说服投资者相信他们对一只股票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卡尔森·布朗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中概股欺诈越来越少 但上市公司出现了让人担忧的新潮流 以财务操作自我粉饰扭曲市场的估值 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无中生有 看起来和实际情况截然不同 卡尔森·布朗克有一位跟随他多年的会计分析专家 此人擅长将目标公司的每一项收入和开支梳理清楚 此外卡尔森·布朗克还会在很多项目中 聘请外部会计师和研究人员来协助分析数据 他说自己也做了很多跑腿的活儿 搜集了很多情况信息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人物 感谢您的收看